那在最后成都集训的时候 我们之前跟蒋岛和扬岛连线的时候 也是听说东平 好像有一段时间比较焦虑 或情绪比较大的时候哭了 那段时间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训练中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然后也是就是 因为有时候压根练不了毛 我自己练 自己练的话可能你一个人的情绪 可能就是不像两个人在一块练的时候 可以有情绪的分担 然后自己一个人练 然后你又想做得很好 对自己要求很高 然后当下的时候你可能状态没那么好 然后就会钻到一个跟自己钻牛角尖 然后进入那个死胡同 然后就是越做越差 然后越来越怀疑自己 然后就会到了一个点 就是绷不住了 然后就崩溃了那种 你平时应该是一个不爱哭的女生对吧 很坚强 对能不哭尽量是不哭的 压哥有看到那次东平的这个崩溃吗 小崩溃 看到了我就在边上了 那是什么样一个情绪 就是很正常 我觉得很多女队员 其实她练不好的时候 就是女孩子可能相对 还是内心相对脆弱一些吧 就是也比较敏感一些 然后就是情绪到了那个点上 就一下崩溃了 就有点委屈那种感觉 当时你有做什么吗 还是交给教练 当下他很委屈 在哭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做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 越安慰他越说 他可能越委屈嘛 就事后等他冷静下来之后 再稍微沟通一下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看到东平 在你面前哭呢 那我见过好几次了 好几次 所以还是有经验的 对于对于他这个 一直说你们这个打法 你们俩的一个打法 都比较硬朗 比较比较激情 你们在一开始配对的时候 你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组合去打比赛的呢 亚哥 我们是最早以前 刚进国家队第一战比赛 亚新赛的时候 那时候是配合了一下 配合过一次 然后之后也是因为 各自就是打男双 女双比较多 不怎么注重粉双 就没配了 然后就是正式 正式确定 差不多开始搭档 是16年年底吧 就开始 因为上一个奥运会周期结束 教练要发掘一些什么新的组合 新的配合之后 我们那时候 差不多开始配起来 东平对亚哥的出印象是怎么样的 忘记了 好像是第一次我们是一起打的亚青赛嘛 然后第一次就打进决赛了 然后 希望也没什么太大的印象 就肯定是觉得亚哥很厉害 亚哥觉得呢 东平 是不是觉得 这女生 性格 那时候确实也没什么印象 那时候好像 打进决赛 决赛输掉了 好像两个人也没 没怎么 没怎么沟通吧 好像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第一次输入比赛 打了个第二名 没什么印象 那时候 对 因为那个时候打了个第二名 第二名已经意外了 是吗 意外的收获 对 所以是彼此在 你们说16年固定组合下来了 才开始慢慢的了解彼此 对吗 对 那东平那时候确定 这类组合要成型了 刚开始你们有没有因为一些训练啊 包括比赛的一些 也有过一些争吵或什么样的 那肯定有啊 因为一队组合 你肯定一开始都是要磨合的 况且是像我们这种 我我的脾气又上来比较快 情绪的情绪一出来就想往外表现 然后压根又是比较 比较放在心里面的那种 然后我们两个肯定是一开始 沟通上面肯定是非常不顺的 就是特别是到一开始都是有点 就是谁也不听谁的就那种 什么时候这几年你们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呢 东平 我觉得自然而然 应该每一年都有都有好都有进步一点 但是真正正正的找到合适的方法 确实是在20年就是疫情的这一年里面 因为就是会开始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啊 因为一开始可能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东西比较多 然后也是真正正正的疫情这一年开始就是 就是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出现什么问题 都会先想对方 然后再先想对方的困难 然后再去总结 就是我觉得应该真正正正的进步应该是 19年年底到20年这一年 就疫情 疫情让奥运延期这一年 到什么时候 其实你们又觉得奥运的这个目标 就逐渐清晰起来了 就奥运这两个字 在你们彼此的一个聊天跟话题之中 这品次又增加了呢 其实一开始奥运会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 奥运会这两个 我们也没有怎么一直说到奥运会什么 反正是确定就是要办了以后 我们才开始就是 就是目标会就是大家都比较明确 但前面就是 就是有一直在付出 但是不确定会不会打奥运会 只是想着就即便不打奥运会 我们两个配在一起也要参加后面的 比如什么全运会啊 亚运会啊这些 我们会想到后面的比赛 就是但是真的是确定下来 奥运会要举办了以后 我们那个时候就会把目标就定在奥运会 然后那个时候会更觉得 劲儿更往一处使那种感觉 就克服了一切的困难之后 终于到7月18号 我们从北京出发要出征了 那天压哥心情怎么样 想的是怎么样 还好吧 就是还是这次比整个比赛前 整个心态还是比较轻松的 没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焦虑 那么紧张吧 整天睡觉啊什么包括都挺好 东明睡得好吗 睡得太好了 我都感觉我不需要去打奥运会了 我就感觉我就是 开一个世界比赛公开赛一样 就是就是我觉得 只是我觉得我好久没出来比赛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未知的 我觉得我觉得好好有意思 好刺激啊 我就每天就觉得自己好刺激啊 明天明天又要跟好久没打比比赛的人一块 好刺激 我就每天就会这么觉得 所以这个心态 轻松的心态 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一路 获胜最后夺冠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秘籍 我觉得是吧 我就有一天晚上稍微失眠一点 就是八进四 八进四前一天晚上稍微就是睡得比较 不怎么他不怎么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会觉得就是我们小组在打完又抽了一个签嘛 我会觉得我们一抽那个签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是说太太太舒服就是可能还是会觉得还是有点强 然后那个当下会觉得哇塞 明天又是一个很困难的一场应战 然后就是脑子里会有一点想法 然后呢 但也就是觉得明天那场球很难打 因为我们每次打他们都比较困难 然后就是晚上就是前一天晚上其实睡得不是很好 但第二天醒过来以后 就是就是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一到比赛的时候感觉就那个就是紧张的那个劲儿已经过了 然后就已经就正常正常投入比赛了 压哥从什么时候感觉到有点紧张 因为可能我们看第一场打德国 然后包括打第二场打中国香港的组合 哎我们感觉压哥是不是有点手紧也好紧张也好 是不是这样的呢 第一场手紧张 其实后面是一场比一场好 因为第一场确实是太久没打比赛了 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心态啊 怎么样的状态去参加这个比赛 而且奥运会的赛场 所以说第一场比赛还是最紧张的那场比赛 上去之前就一直紧张到上面还是突然上去 哎觉得奥运会要开始了 我就是就是那天比赛那天 从早上开始一起床就感觉有点 有点感觉今天的比赛是真真真真的开始了 就开始人有点紧张 等待比赛过程中到还比较好 其实就是第一天紧张 就感觉人有点紧的有点不舒服 紧张吃饭都有点吃不下去 这种紧张放在场上具体怎么表现出来 我是整个人慢半拍呢 还是说我打球没那么准 还是失误多呢 就是你手可能会抖 发球的时候手会抖 然后球会打不准 然后脑袋脑子就是投入不进去比赛 就想不到这个比赛里面 上一次你觉得这么紧张的比赛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这么紧张 其实我感觉我每次 比如说以前公开赛多的时候也是 每次比如停个一个月 或两个月半个月出去再打比赛 我一开始上场我都会有点紧张 就第一场永远是最紧张那一场 对对第一场我每次上去都会有点 那打了这么小组赛三场 然后八进四打赢了韩国组合 到半决赛打日本组合 我们知道那场比赛非常关键 那场比赛压哥紧张吗 或者赛前布置 就应该是整个氛围是很 很关键很紧张的一场 从情绪和心态上还好吧 其实没有那么紧张 东平呢 东平有没有发现压哥的紧张 其实他确实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他除了第一场稍微手有点紧 后面每一场都是 就是今天比昨天好 然后每一场都是一场打比一场好 所以到后面 赛前其实我们都 我都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紧张 倒是有可能在比赛中过程中 可能有时候在一些比分领先 或者落后或者连续丢分的时候 有那么几个点 会有点稍微怀疑自己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那很正常吧 因为每个比赛都会有几个点 稍微怀疑自己 其实他正常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紧张感其实都还好 老百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